12月24日,王宝强工作受发这一组王宝强为自己蜡像节目的照片 因为蜡像太像,网友纷纷留言,比真人都像 当天下午三时,王宝强来到蜡像馆 当看到自己蜡像时,他表示自己完全被震惊了 没想到蜡像会如此逼真细致,还笑称自己的双胞胎兄弟 以后就长住长沙了 近日,王宝强现身摄影棚拍摄照片 王宝强本人瘦了一大圈,整个人都是一种骨瘦如柴的状态 王宝强的服装造型都不合身,后背上一大串的夹子惹人心疼 真没注意宝宝竟然暴瘦成这个样子 看得出来,王宝强在精神上的煎熬之后暴瘦成排骨 然而马人的生活还是很有滋味 前段时间,马人被拍到现身首都机场 把机场当成街拍场所 头戴黑色棒球帽全程黑超遮面 和一般明星出入机场的装扮没什么差别 马人的造型引来网友们吐槽 这是真的火了吗 这是马人在事情爆发之后的自拍 看来离婚事件丝毫没有影响到马人逛街的好心情 依旧是逛街花钱而不考虑这些钱的出处是哪里